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來介紹的車款是HONDA的休旅車CR-V的四代 那現在是2021年的10月了 現在的話最新的車款已經是五代 這個前一代的它的底盤跟五代的還有引擎的話都不一樣 四代的話前方是麥花城 後面的話五代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四代的話彈簧跟避震器是合在一起的 我看一下有沒有拆下來的 拆下來的師傅還在處理當中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前面的避震器 車主的話其實已經改裝了這個是日本 這個品質也相當的不錯 這個是日本KYB的藍桶 那KYB的話其實它有很多的版本 有黑桶 黑桶的話一般來說有的車主是說 它的黑桶跟原廠的是有阻尼加強 但黑桶在國外在日本當地 它算是品質非常優異的涉外品 涉外品就是說副廠或者是非原廠正常的產品 可是KYB的品質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要比較有辦法兼備到操控的話 藍桶倒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因為藍桶它的阻尼值 就是它的阻尼比黑桶比原廠的都還要來得硬 所以乘坐感覺的話就會比較有辦法兼備到操控的部分 這個是KYB的藍桶 那它高低軟硬的話 這個版本藍桶的話是不能調整的 如果要能調整軟硬的話 還有更高一屆的產品 那配備的它是 這個是ATS的短彈化 它的車高的話會比原廠還要降低一點點 那今天的車主要求啊 它並沒有針對車高有要降低 因為這台車如果有要降低車高的話 後方跟五代一樣 經理就會建議要改裝陽腳調整器 但今天車高沒有要降很低 所以今天就沒有要裝陽腳 我要看一下後方有沒有改裝好的 因為後面的絲帶的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好這個是已經換上去的樣子 這個上座是需要沿用這個原廠上座 那阻尼的話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上座的下方KT有設計一個轉接座 可以靠轉接座的形式轉成直捲的彈簧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它的避震器的話 左邊跟右邊有一點要特別留意的 這個是原廠的 這個是左邊L邊駕駛座的 那一邊的話這個是沒有用到 只有副駕駛這一邊的話 它有一個固定架 這個是你要拿避震器啊 來給你 所以這個上座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 但這個彈簧原廠的話它是有負載的 所以在拆裝這條彈簧的時候需要用壓縮器 把彈簧壓縮之後才拆這顆螺絲 千萬不要沒有壓縮直接拆這顆螺絲 這個彈簧可是會彈出來即是會受傷的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拆裝的方式 上座的話要沿用原廠的 三代的話也是一樣 五代的話就不同了 五代的話它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這套避震器怎麼看起來那麼新啊 好這個是後面 車主其實也已經有改裝了調整器了 這一台是四床的版本 那這個算是四代裡面的 可以調整它上方的仰角 如果車高有降低的話 這個都是還蠻建議要改裝的產品 因為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當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的角度會變得變趴 所以內側會磨耗比較快 那如果有改裝仰角調整器的話 這個角度就能夠做得比較接近原來的角度 就不會輪胎磨耗的那麼快 後方的話KT是配置200長12公斤 前方的話配置燈籠狀 因為搭配上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是配200長7公斤 燈籠狀的懸吊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這個有一個固定架 鏡頭的話從這裡拍得到嗎 有 好這個地方 這個要特別注意 這個是 那我們鏡頭再拉過來 再拉過來這裡 看一下這邊 這個在避震器上方 它有一個固定架 這個固定架是在感應 它車身的高低 來調整前面大升的高低度 所以HID就有一個水平 如果我們後座滿座三個狀 和200公斤 它的後面屁股會壓得比較低 所以它的車頭就會翹起來 車頭翹起來之後 有可能對向的駕駛人 就會感受到這一台車 它的大燈會刺眼 所以當車身下沉之後 這個感應器的吊架 會回傳給ECU 然後校正出它大燈 不會刺到對向來車的點擊 所以這個是 也是要特別有這個機構 才有辦法調整 固定它的一個感應座 但是有的版本 它是沒有配備HID 就沒有這個零件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好 那我們來看前面 前方的話比較簡單 前面的話是賣花層 KT的話 前方的話是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在這裡 HONDA的車系 有一點很令人討喜的 就是它在維修的時候 都會做一個 通常會做一個維修孔 讓技師比較方便來做維修 一二三四五 這個是上座的五顆螺絲 這裡有一個KT的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 前面的軟硬度的 往這個方向 順時針的話是變硬 逆時針是變軟 所以KT的品牌啊 不需要 不需要拆原廠的來沿用 所以它的拆裝 比較簡單 那也有一個優點 就是如果這台車使用的 里程數比較高 我們還拿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上去的話 有可能 上座的壽命已經差不多了 再裝到KT上 萬一有聲音的話 那到底是KT的產品的問題 還是上座的問題 就比較難釐清 所以建議 就選擇有上座的版本 會比較理想一點點 那至於這些有一些細節 都是CRV四代所專用的 譬如說這個是卡鉗 它有一個油管 油管固定架 這是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這裡的話 有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腳管的固定點 還有這裡有一個橡皮的固定點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這裡里載串的位置 是在這個地方 直接沿用原廠的里載串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改裝強化的 改裝可調的 KT的用料的部分也相當的不錯 在主尼友的話 我們使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尼友 油封的話 是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剛剛這台車所拆下來 那個品牌叫KYB 這個都是日本相當大的品牌 在日本的改裝品牌當中 有一個叫TEAM的 它的避震器是綠色的塗裝 TEAM它算是日本最大的 改裝避震器的品牌 TEAM它的品質相當不錯 因為它所使用的油封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KT所使用的油封 一樣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而且這些的零件跟耗材 全部都是可以拆修的 如果用了大概三五年之後 想要做翻修 都是可以針對單一的零件 來做汰換跟維修 不需要一整套都換新的 所以這個是KT本身是一個 製造商才有辦法的優勢 如果有想要了解更多 相關於這一台車的資訊 或者是經理剛剛有遺漏介紹到的地方 都可以實訊我們小編 以上就是今天的CRV世代的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